那么在星期一结束了芝加哥访问之后呢 蔡英文的下一站就要转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这也是他访美之行的重头戏 那么预计呢 蔡英文将会在华盛顿会晤多位美国现任还有前任的官员 到底华盛顿之行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在华盛顿的台湾侨民 对于蔡英文的到访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华府台湾同乡会的顾问 同时也是美国罗耀拉大学的教授丁洪斌 来为您进行分析 丁教授您好 入文您好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丁教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说这个华盛顿之行是重头戏 先跟我们谈谈这一次蔡英文到了华盛顿之后 他可能会会见现任与前任的官员 这一次访问到底具有多大的重要意义 当然这次距离蔡英文主席上次到华府来已经四年了 那么在这四年的时间里面呢 我想这个华府这里有一些人事上的变动 所以这个蔡主席这次到华府这边来 见见老朋友认识新朋友 这个一定是这个是必要的 但是这个更重要的我想对华府的这个美国官员来讲 他们会很想了解这个民进党的这位总统候选人 在未来如果他当选的话 会有哪一些政策 优先的政策 那这些政策又会怎么样影响美台关系 应该是说应该先说 那怎么样影响台湾怎么样影响美台关系 那又怎么样会影响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互动 是 那么丁教授刚刚你也提到了 这个很多人关注的在美国这边 很多人关注他的两岸政策 我们知道就在四年前 蔡英文同样是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访问美国 当时他所提的所谓台湾共识 似乎没有得到太多美国政府官员的认可 那么这一次呢 蔡英文说他准备的更好了 那么您认为在美国这里的官员 或者前任官员对他所谓的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会接受吗 我想这要看他怎么样来阐述这个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了 因为不管是台湾共识或者是维持现状两岸政策 这个基本上都是在都是把很复杂的政策 做一个很简单的摘要了 那对真正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官员来讲 或者是顾问来讲 他们想知道的是那这里面的牛肉到底在什么地方 或者是这里面对这里面民进党的底线 跟民进党的重要的优先顺序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想他在华盛顿DC这几天里面 他会有机会好好地去解释这些事情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在过去这四年里面 我们也看到说民进党在华府这个地方 也做了相当多的努力 像2013年开始 他们在这里设立代表处 有直接从民进党到美国华府的沟通管道 那驻美代表在这 他们的驻美代表也就是吴肇席秘书长在这里 也跟这个华府本地的这个官员 有很多很多的互动跟沟通 所以基本上跟四年前比起来 虽然说在因为毕竟是选取年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复杂的政策 用简单的语言来摘要 但是我想在沟通上 在这个其他一些准备工作上 他们似乎是做得比四年前要好得多 是 那么丁教授 我们最后还有大约30秒左右时间 跟我们谈一谈 在华盛顿的台湾侨民 他们对于这个蔡英文的即将到访 有没有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那么他们最希望蔡英文提到的是哪些议题呢 准备工作基本上 这个我们这边虽然说人没有那个LA 或者是加哥那么多 但是我们也很热情 我们今天下午会到机场去接机 然后4号晚上呢 也有一个竞选这个肇事的餐会 那至于说大家最想知道的议题呢 我想很多事情都很重要 但是目前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点是 跟第三势力怎么整合 因为总统大选虽然很重要 但是立法院也很重要 那跟第三势力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这是大家非常期盼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华府的台湾同乡会顾问 同时也是美国罗耀拉大学的教授 丁鸿斌博士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那么未来几天呢 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也将会随行采访 蔡英文在美国的访问活动 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 或者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报道 或者留下您的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